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个黑箱 国宅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罪行 是不是王立军都已经向美国政府透露了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 呼吁美国一届 联署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 以及良心犯的器官 目前已经超过了2000位医生联署 这周六周日在台湾内科医学年会中 就有400多位医生当场签名 多位诊所院长表示 台湾医界必须站出来制止罪行 卫生署等政府机关也应该强烈表态 厚厚一叠声明连署书 这是两天台湾内科医学界的新生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 活摘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的器官 今天早上100多位医生来连署 加上昨天有300多位 总共是400多位医生 来连署 就说也制止这个中共的活摘器官 听说他们活摘器官的时候 还不打麻药的 对那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这个只有禽兽才做得到的事 所以我们是一定是出来反对的 诊所院长陈世冠呼吁一介同袍 制止中共反人类罪行 他透露一位正直壮年期的友人 坚持赴大陆换器官 最后因为绿农感菌感染网生 家属至今投诉无门 失败率高达五成 因为他们那个 那个 blood type跟所有的那个器官 tissue the match都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并且他们手术感染 我有朋友回来过 做回来过后来感染 排斥之后还好 可是后来就感染 那就死亡 他们这种进行其实都不是很公开的 有是半公开的 他们甚至可以否认说 我替你做过这个手术 甚至可以把你的病例全部抹除掉 对于台湾病患私下附近外移植 有禁酒臣服大陆 医师也要台湾官方负起责任 这都是不对的 尤其是活体 那简直是太过分太残忍 其实应该做一些事情 至少要劝阻或者在媒体 或什么叫大家不要讲 因为你没有去禁止的话 好像允许他们这样做一样 这是不人性嘛 这个有点类似那种 把人当成动物处理 这人是不是很好 你根本是没有好好配对 就已经接上去了 所以后面就是后果很糟 可能几年之后可能会坏掉 国际医学专家透过影音 希望串联全球一界良心 多位医师在萤幕前停留观看许久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多位台湾医生 连述反中共活摘器官 相关呼吁也出现在 报章及Lancet医学期刊 影响持续扩大 新唐人亚特电视 卢正定晨真 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阳光达台湾医生